有人之地便有江湖 各色人等纷争不断 原本相对平静的江湖中 突然出现一位名叫伯爷景形的奇男子 但其人形式古怪 性格怪张 江湖中传言他心狠手辣 杀人无数 在习得江湖第一内功心法 五要心经之后 不但杀戮了武林中各大门派 甚至将其恩师伯爷非凡及师门寒英谷血洗 所以无论正派邪教 均将其视为死敌 清朝追杀 并对伯爷景形所拥有的五要心经 垂涎欲滴 黑白两道终在殿荡山路 发现奇人情宗 全力击杀 清朝śli 清朝 清朝 射射 能追本尊到这里 也只有你们将军 你不杀我 我传你五药心经 提起五药心经 伙爷进行的死活 根本不值一提 小娃娃 你是不是叫江青柳 你是谁 我姓大 叫大好人 你练过武功 当然 我爷爷说我学的可好了 你根骨不错 可是你练的一点都不好 你胡说 你看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重要的是流畅和灵贯 你试着在第三招弃沉左腿 在第四招妖随气动 之后便可提出良解 心走风鸣 一尘几夕 弃沉丹铁 如心如意 如影随心 声东击西 抖转星鸣 飞沙走时 断食狼烟 日贯长红 指歌为武 刚柔并济 蜻蜓点水 气行周天 恭喜 恭喜 恭喜啊 行 来来 你别去 恭喜啊 谢谢谢谢 恭喜 恭喜我来吧 恭喜恭喜啊 这边这边 恭喜恭喜啊 谢谢啊 恭喜 恭喜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南宫大人特意为小儿的盟主 继任大典送来了贺礼 江宝真是感激不尽啊 老盟主不必客气 言下时局混乱 越是外患当头 越不能出现内忧 而你们江家这么多年 为了安定武林做了不少事情 本官今日亲自前来 也算是略表谢一万 大人过假 来都来了 何必着急走呢 不如一起参加完继任大典吧 不了 本官一届书生 你们江湖上的事情 本官不懂 也不想懂 更是不方便参与啊 如此也好 就不强求啊 来啊 宋大人回府 不必麻烦了 本官自己从后院离开几个 还是那句话 朝廷 还是不要与那些江湖人士 有过多纠可 明白 老盟主 告辞 老夫送你 请 多宝 欢迎欢迎 那边请那边请 依 看来 是九影派的话听 唐道 恭迎各位 江公主 江少主 花掌们 十年未见 还是中气十足 看来 剑法更是精进了 不行了 老了 老了 开个三十宫 就不稳了 道士听说 江少主的残相神功 已经进入第九层了 年纪轻轻 就有如此的武学造影 我们这些人 看来是难以忘记相悲了 花掌门 过奖了 清流啊 亏不敢当 花掌门 一直游走边锤 以剑术独步武林 我听说 你曾一剑射下九支身 九影派因此名动江湖 哪里哪里 五支 其上 是五支 此剑术 非比剑法 若论剑法 当今天下 当是我七袖剑派 和陈碧山庄 有的一笔了 自大之徒 江盟主 江少主 百里掌门 江盟主 今日一过 就可以想想清福了 是该歇歇了 这是小儿 百里自除 见过江盟主 果然是一表人才 江少主 方才听闻江少主 神功已成 恰恰 我前两日也习得 七袖剑法的 第十三事 不知道待会儿 有没有机会 跟江少主 切磋一样 啊 若单以剑法论 七袖剑派 与陈碧山庄 平分秋色 难分伯众 这讨教 我看还是免了吧 请留 去看看奶奶和婉禅那边 准备得怎么样了 好的 你 百里老弟 今日 我们一定要唱一番的 你们两个 前门不走 在这里打算埋伏啊 我堂堂布老城少主 倒是想在前门苦悦其名 可是工资在说 前门人太多 不想凑这个热闹 来了这么多人 大多数是没见过的 少数是认识也不会说话的 更何况 还有些个阴阳怪气的 何必跟他们浪费口舌 还真是 刚刚啊 就碰到了七袖剑派 找人的儿子 一见面就没当理想 你说百里慈楚啊 他爹就是个诈呼的 你还指望他能跟你好好说话 我说工兄啊 好久不见了 我还以为今日 你不来了呢 这怎么会呢 今天 可是我们江少主的大好日子 我怎么会不来呢 不过说真的 这些日子 春光明媚 我当无负时捷啊 嫂子 婉缠 我正要去找你 去问菜肴的事呢 等你问 等你问我们 可就没有酒喝喽 走 应许 喝酒去 走 既然大典 所需要的糕点菜肴 我都已经一一检用过了 这是菜股 你还是不是要 再过目一下 不用了 这不都已经送过去了吗 我相信你 那我就先走了 清流 今天病客这么多 肯定都要一一向你敬酒 你注意点 别喝太多 我给你准备好热水 晚上你回屋之后 泡个热水澡吧 不用了 这几日啊 你也辛苦了 等会儿去请完奶奶之后 你就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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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过后啊 我就是武林盟主了 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晚上我还要回书房 去整理一下思绪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去了 五行龙印到 今日各路英雄齐聚陈碧山庄 令陈碧山庄 横臂生辉 说来惭愧 老朽容认武林盟主三十余子 为了武林的安危 无一日不是担惊皆虑 咱呐点势已高 颇有力不从心之感 所幸 我们江家的九世孙 江青流已长大成人 而且深得江家的武学传承 可以说是智勇双全 堪当武林盟主大位 所以老朽决定 将武林盟主之位 正式地传给江青流 为此江家也备下伯宴 一来呢 请大家做一个见证 二来希望大家能够齐心协力 辅佐青流 共框武林大义 来 老朽敬各位一杯 来 江盟主是武林前辈 还是有晚卫仙肝为敬 少侠果然好功夫 这五行龙印本是武林共图的 光江家传江家 老夫就见过两次 算上这次是第三次了 没什么意思 不如大家先好饮一番玩得开心些 只才小子不懂规矩 这杯酒宁先敬江少主 老朽主 你说呢 好久好久 谢巴黎公司 可是这一来江少主屋内诸实繁忙 不宜好饮 二来你要敬也应该是敬我 我才是旗鼓相当啊 有趣有趣 叶雪 这下一杯 我来 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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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客人们都到齐了 正在去闲厅 清流说让我请您过去 您到了就可以开始接人大典了 我听见外面热热闹闹的 早就准备好了 还奇怪 你怎么还不来请我 我一大早便在厨房准备菜肴 刚送过去 路上又遇到了清流 就耽搁了些 所以 凡事赶早不赶晚 知道今天人多事多 就要早做准备 大典之后 清流就是武林盟主了 到时候 恐怕这种热闹少不了 什么破玩意 来人 拿杯子来 暗缠啊 你嫁进我们江家 也有两年时间了吧 是 眼看着各门派掌门 都开始培养下一代了 你什么时候 才能给我们江家 添个一男伴女的 是暗缠不真切 我呀 就是命苦 嫁到江家这么久 我去哪儿 本以为少丧能光宗药祖 谁知道 年纪轻轻 就死在了那个老贼的手里 你找到 哈 他跟我学校 你不要 我去玩 把我都捱了 你 给了 给了 你好 少爷 我认罚 不管怎样 我们江家不能吴后 可是 青柳枕日公路繁忙 我连见他一面都很难 这生死仪式 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放肆 做妻子的 多日见不到自己丈夫的面 不反省 居然还有理啊 奶奶教训的是 是婉禅没有做好妻子的本分 知道就好 客人们都在等我 我先过去了 你自己回房 好好想想吧 这些佳妇 他还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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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其实很多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 用手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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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想想想想吧 我虽然能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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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求情分 来了 来看看 顺便告个别 这里 怎么还有一颗长生五 反正你每次都要喂我三颗 等你走了 我就吐一口 这会儿你又来喂我 无非就是多睡 这么多年 清不清醒 不重 来 当嘴 趁你现在还清醒 赶紧把五药心经最后四句秘诀告诉你 这东西是真不好吃 要不你也尝尝 秘诀嘛 这么多年我已经告诉你前四句 这后四句 看你表现 看我心情 也许再等个十年八年吧 少爷 要不你告诉我 我为什么要今天告诉你啊 为什么 很简单 再过一个时辰 我就要将五行龙印传给江青龙了 也就是说 他将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 江湖上除漠未到的事情 老朽可就管不了了 我和你之间也就再无关系 但有一件事情 我今天必须办 清流这个孩子武功虽然很高 但为人太过善 江湖阅历也太浅了 而你呢 生性残暴 诡计多端 一旦逃出生天 将会是清流最大的患 我是他的爷爷 这件事情 我必须现在就帮他解决掉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选择 要么 你把五药新经最后四句秘诀告诉 我把它传给清流 你的武功绝学 也算是有传承 我给你留全尸 要了 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错误养灰 让你和你的五药新经 从此在江湖上消失 江湖上再也无人知详 对了 还有件事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已经老了 头发也都白了 可你却没有变 这长征不老之术 老夫也想知识 长生丸 你也试试长生丸 少废话 你到底说不说 江湖上的各大门派知不知道 他们如此信任的武林盟主江颖天 竟是如此刀貌黯然的卑鄙小人 你不是号称天下第一吗 你信不信 我现在杀你都不用武功 江颖天 你堂堂武林盟主 打着匡夫正义的名号 把本尊关在这蛇属之地 其实不过是为了这本经书 以你江家 现在在武林上的地位 这件事传出去 你就不怕被人指向吗 传出去 谁传出去 你还是我 别忘了 你是江湖上第一号杀人搏头 你甚至背心弃异地杀死了自己的师父 还是血血了韩英国的叛徒 伯爷请邪欧 你的祸 会有人信你吗 江湖上的人 我知道的事还多呢 我知道江家那个小娃娃 即将上任的武林盟主 他要是知道和他爹 江少三不是我杀的 你这个当爷爷的还 谁都知道 是你杀了江青柳的签订 也就是我的独子 江少丧 谁 什么人 青柳 爷爷 你怎么到地牢来了 奶奶已经到了 让您过去主持接任大礼 方才发现您不散 四处寻找 才发现您在这儿 刚才我们的话 你都听见了吗 爷爷 虽然刚刚看见门外碎石飞起 好奇心驱使 才下来看看 你来得正好 认识一下 这位就是江湖上谈虎色变的第一模特 伯爷几行 他不但欺师灭祖 血洗农门 而且以天下武林正道为敌 今天是你继任盟主的日子 爷爷要你亲手杀掉他 一来 在天下英雄面前立威 二来 就算是给天下英雄一个见面奴吧 除魔未盗 这是你的责任 别忘了 你的父亲就是死于樊心掌 你杀他 也算是替父报仇 这家是 那你我 神经病 你没见过 公开 是 是 你 不是 我的 你 我 我 我们 的 大好人 一派无厌 从小开始 我练的就是我们江家的九分剑法 和残像神功 你教的东西 是破手不冷人的小把戏吧 残像神功 那才是骗小孩的玩意 你爷爷也只不过练到第八层 若不是我从小点拨你修炼心法 你以为你会比你爷爷强吗 我承认 你是教会我不少东西 所以我才没有在得知是你杀了我父亲之后 就立马回来娶你姓名 今天你就给我一个痛快话 是不是你杀了我爹 你问我 你爹是不是我杀的 对 小娃娃长大喽 你说什么 你当时没有杀我 并不是念什么师徒之气 而是你并不完全相信你爷爷的话 对吗 这是 这是什么 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是河门河派 既任大典不请自来 有何贵干 我叫什么用不着你们 我无门无派 今天来 就是来砸场子 他是何人 他是什么人 你这婆娘 个子不高 胆子不小 今天是武林盟主的既任大典 竟敢在这里说这种话 你知道在座的都是谁吗 我管你在座的猫三狗四 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群废物 当然 也包括你 狗死 武林中武功最高者 方能成为武林盟主 我是来挑战的 比武还是比九 你们挑 难道我爹 真不是你杀的吗 我真的没有杀你爹 不过 我也真的不知道 是谁杀了他 当年在雁荡山 本尊深重暗器 晕厥之前 算起来活着的一共有五个人 醒来之后 本尊就在这儿 活着的 就只剩我跟你爷爷了 我说我没有杀你爹 信不信有你 少庄主 有一名抑郁女子来大殿上讨乱 说要挑战武林盟主 现在正在跟梅公子过招 老爷怕有什么意外 让你赶紧回去 好 你回去告诉我 是 我这就懂 等会儿我再回来问 等等 江青柳 刚才你提剑之时 明显剑气不足 这若是一时怒我攻心 也就罢了 如若无事 恐怕你的残相神功 有问题了 走火入魔 我练的可是残相神功 乃是正牌心法 就算练不好 也不至于伤身 总之 无论等一下 那抑郁女子武功如何 你都不可弃国中庭 否则 必定走火入魔 当然了 办法 不是没有 你会回来的 是 比武就比武 玩暗器 有点太不入流了吧 是啊 他有铁扇做暗器 我为什么就不能用 牛毛金针做暗器 那好 姑娘 听说你要挑战武林盟主 那咱俩就光明正大地 品试一套 谁也不让这事 看来 你就是继任的武林盟主了 果然气度不凡 不过 我可是已经打了两场了 有点累了 想休息一会儿 妖女 刚才你飞暗器的时候 怎么不喊累啊 那这样 我让你三招 直守不攻 好 那我就恭敬不如同命 这就是狗分剑法 不是 那是狗分剑法 不是 不错 但是这狗把剑也有 请不请 放心 谁 动手 是 动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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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帮无名尸首 看不出门派 果然和刚才的妖女是一伙的 十一年来伯爷警刑 都是关在江家的爹牢 这武林都知道 有人觊觎也很正常 但是 为什么会是在今天来劫狱 把伯爷警刑救走呢 不管是劫还是救 伯爷警刑没有跟他们走 是杀了他们自己跑的 爷爷 伯爷警刑跑了 青柳 你怎么受伤了 没有 刚才跟那妖女打斗之时 本乡是出燃烟 结果 我 张青柳 刚才你提剑之时 明显剑气不足 如入无识 恐怕你的残相神功 有问题了 走火入魔 我练的残相神功 可是正乏的心法 就算练不害 也不至于伤身 就此时 对 你 要你施法奇怪 突然向我袭来 江胸是为了救我 才被那魔女踢了一脚 告尾掌文 你们先回巨贤厅等我一下 老朽要去送送孙儿 气血淤滞 内气骚动 已然是走火入魔之想 清流 除了湄公二人 还有谁知道你那人收索 没有 前几天我在火山炼剑的时候 就感觉浑身乏力 中挺血 阴影作动 方才 为了尸出燃烟 才冒险气过中挺 结果瞬间死之剧痛 浑身乏力 伤心 依你看 清流的伤势有多严重 伤心 你但说无妨 我挺得住 伤心可保你性命无忧 但你体内经脉受创 气息虚浮 恐怕 恐怕什么 恐怕武功是不能再恢复了 少兴姑娘 你们天香谷是武林第一药王公 而你们妇女又被江湖上视为天下第一神医 难道就没有办法救救清流吗 天香谷屡受江家恩惠 清流与我二人又是自小就相识 我若着实有办法 便是拼上性命也在所不辞 只是 你所练的残相神功非比寻常 况且如今你已经练到第九层了 内功之深厚 实在并非我所能控制的 为今之计只有好生调养 确保性命无忧在所打算 我们武林中人 失去了武功就跟废物一样 我这心里还有何用